2021年8月20日 宇宙大白兄弟会 向五帝前进的历史转折点 传导 而Anna Velasquez 译者扬声传导 问候亲爱的 我们是宇宙大白兄弟会 终于到了我们与人类直接交流的合适时机了 我们是一群扬声大师 银河存有和其他灵性先进的存有 我们一直在俯瞰你们文明的灵性进步 你们现在正处于你们向五帝前进的历史转折点 或者你们完全迷失了你们的神圣身份 几个世纪以来 我们一直在关注你们的发展 今天我们在这里谈论你们不久的将来 首先敞开心扉 学会互相表达感激之情 你们的恐惧和愤怒直接指向控制者 只是他们的眼睛告诉他们你们生而自由 来到这里是为了扩展你们的意识 并帮助这个星球的发展 你们在这里的任务不是遵循消除你们人权的黑暗议程 你们打算容忍谎言多久呢 你们有我们的支持 我们总是发送我们的爱和光 每天高频能量都到达地球 宇宙管道发布的消息用光代码进行了编码 以帮助觉醒的人移动到下一个更高的层次 并唤醒人类未觉醒的部分 亲爱的 你们需要尽快离开这个矩阵 永远不要回头 你们的控制者总是带来新的障碍或问题 你们不需要为它们留在三第二原性中 因为你们是光 你们有足够的力量来创造你们自己的高维度快乐现实 光的力量每时每刻都在增长 而黑暗却越来越弱 风暴即将来临 它将推翻这些统治者 它们的时间在滴答作响的倒数住 因为神圣真理将溢出你们的维度 这是神圣的时刻 不会有更多的延迟 我们等待这个真理的时刻已经很久了 和平与爱正在接近这个星球 无论黑暗隐藏在它们的袖子下 它们的统治时代即将结束 新的黄金时代正在进入银河系的这一部分 请继续提升你们的能量以达到扬升 其他人还没有醒来 它们将在三地维度中继续它们的旅程 请不要对你们所爱的人感到沮丧 你们不能走它们的路 它们将在自己的时间到达扬升的目的地 眼下人类走到了历史的转折点 你们的命运掌握在你们的手中 你们自己有足够的力量来推翻控制者的暴政 许多关于这个星球的预言都被写成 对这些即将发生的变化的预测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保护和照看盖亚母亲 现在是时候照亮并从黑暗中清理你们的星球了 我们很高兴今天与大家联系 在爱与光中 谢谢你们 要积极地思考并保持坚强 宇宙大白兄弟会 2021年8月20日 大天使迈克尔 你们之所适合你们的个性 传导Victoria Cochrane 译者扬声传导 当你们聆听鸟鸣时 它们的呼叫类型会立即识别出它们所属的鸟类种类 虽然一个物种的美只鸟最初看起来和听起来都一样 但个别鸟是可以表现出性格上的巨大差异 从快乐 害羞 暴富或厚脸皮 无论它们的成长或环境 年龄或被囚禁的时间长短 饲养任何动物作为宠物的人类会注意到宠物行为的独特特征 即使它被其他同类包围 也能立即被它们认出 人类也在很小的时候就形成了自己的个性 并且在与家人的互动中可以表现出某些行为特征 性格和态度 这些行为特征 性格和态度似乎与任何家庭遗传倾向或特征相去甚远 一个性格开朗的孩子怎么能在一个没有爱的家庭里茁壮成长呢 一个孩子虽然出生在一个平静而充满爱的家庭 但从出生开始就焦虑不安吗 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人无家可归 迷失 愤怒 讨厌或自恋 即使他们的成长是最关怀 最同情和极好的教育机会之一吗 先天与后天的争论一直是一个有很多解释 但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 虽然可以合理地认为爱是最高的能量来源 但许多孩子出生时所处的恶劣环境会极大的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观和自信心 然而许多人的个性掩盖了任何外部影响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些实践占星术 命理 首相和其他形式的物理幻想时间的人 会展示出已经写下的所有内容 他们似乎会像读一本书一样去阅读一个人 他们确定一个人的个性特征和人生道路的能力往往惊人的准确 让人们惊叹不已 不知道他们的生活怎么可能已经写得好像已经发生了一样 手掌上的线条 出生日期和时间或出生时行星的排列如何能够真正构成你们的生命地图 包括对你们个性特征的准确描述吗 你们之所示的本质来自你们灵魂的各个方面 这些方面已经在意识的许多方面 形式和层次上体验过生命 你们在前世选择的道路 你们学到和放弃的课程 你们克服或坚持的创伤 以及在你们的化身期间破碎和创造的灵魂碎片的数量 都有助于你们与生俱来的意识 简而言之 你们的个性和生活倾向是你们直到这一生的灵魂旅程的反应和折射 亲爱的 你们的现实是你们书写的 只有当你们选择接受你们的生活条件为真理时 你们的道路才会被确定 自由意志是改变的驱动力 以及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的能力 由此产生的后果是一个人一生中灵魂如何进化和灵性成长的主要影响因素 所有人都有阴暗面 许多人选择向他人隐藏 除了接受你们性格的好和坏的方面 并有一时的努力注意你们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 你们会积极地提高你们的意识 踏入你们灵魂旅程和目的的真相 所以你们之所是什么呢 你们有多少让你们的环境改变或塑造你们变得更好或更坏呢 或者你们是否接受了你们的阴暗面 不管他对他人或你们自己的生活可能产生的负面影响呢 如果他妨碍了你们的灵性成长和个人幸福 你们愿意承担多少责任来改写你们的个性呢 你们就是你们之所是 但这就是故事的终结吗 我是大天使迈克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